各位大家好 学生都会问我一个问题 老师你不怕这样会谢天机吗 谢天机下场都不会很好 很多人都会问我这一些问题 学八字是不是谢天机 学八字会不会谢天机 然后人生由胜转衰 因为你谢了天机 代表说你告诉了人家不应该做的事 说真的 我也不知道这是从哪边得到的东西 我简单的讲 假如算命是一种谢天机的行为 那命理师这个职业应该不会流传这么久 命理师应该就不会有这个职业了 为什么 因为大家都会害怕 每个都谢天机 谢天机 谢天机 很多人都会跟我讲说 老师你没看到那个 那个算命的 每个 那个都很苦 那不是那一种 缺 就是瞎眼的 就是缺鸽脖的 都很多都这样子的 他老师说以前的算命的也大部分都是这一种情况 我就跟他讲 你有没有去思考为什么算命的都是这样子 是因为他算了命 他在从事的这一行业才变成这样子 还是他本来就没有办法工作才来从事这一行业 这两个是不一样的 我们再来看 现在命理师也不会差到哪里 你看看张维忠这么有钱 对不对 谢远景这些都不错 对不对 黄幽福他们都很好 哪有说算命就不好 哪有他们因为谢了什么天机 他们就不好 所以各位我先跟你们一个概念 你们所看到的这些不好 是因为他本来很好来从事这个行业变很差的 还是他因为不好他才来从事这行业 这两种是不一样的概念 我们先来看看 在古代的时候 为什么大家都说算命的命都不好 是因为他天生命不好吗 不是 古代的社会是什么 他是一个农业社会 他必须要靠的是什么 人力 所以说人力很重要 我们看看这些算命的人 大部分是什么瞎眼 断手断脚的 请问他有没有能力去从事这一些 没有 他就没有能力 他瞎眼他要怎么耕作 对不对 所以说就没有办法的一个情况下 他们要靠什么为生 什么最好为生的 算命 所以说各位 古代不是因为他们算了命才什么瞎眼什么的 是他们因为跟正常人不一样 也就是说有的是瞎眼 有的是因为事情断手了 他没办法了 不要以为大家都跟杨过一样是独辜 独辈大侠这样子 没有 我们不是那一种人 所以说我们要进 我们就是说必须要靠劳力 古代是一个劳力的社会的时候 他们没办法的时候 扫胳膊 扫条腿 他没办法的时候 他只好靠这个为生 他就进入了一个最好进入的一个职业 这个算命的门槛其实很低 所以他进入这个门槛以后 所以说各位你所看到的人 大部分都不是 也就是说你看古代里面在兴隆算命的 都什么业障很多 所以说虾炎 断手断脚的一堆 那个不是 是这一个行业比较好进入 不要以为在古代的时候 大家都四肢健全 他古代跟现在一样 有很多身体残缺的人 他没办法工作 就很像现在的那一些 身脏工作者一样 他们要找工作很难 可是假如说他来算命 他很会算命 好不好做 他也可以连手很高 对不对 他假如是从事文创工作 不用靠劳力的工作 他也一样会跟一般人一样 所以说各位你要清楚这一点 因为古代的社会跟我们现在差很多 古代是农业社会 他是靠体力的 劳力的一个社会 所以说只要是身脏者几乎都没办法 所以说就只好跳到这一个行业来 所以说各位你要清楚 所以说我刚开始的时候我会给你一个 他们是因为很好 然后从事的命理行业而变成很差的 还是他本来就很差了 他没有办法才跳到这个行业 所以说各位要清楚这两个是不一样的 假如是这样子的话 我们现在社会你看 奇怪命理师其实过得还不错 对不对 甚至电视上那些大咖的那个更是好 哪有变不好 所以说各位 不要认为算命会谢天机 算命不会谢天机 我先跟各位讲这个事 各位倒果为因了 都把命理师苦哈哈的都认为他谢天机 其实他并不是这样子 而是说他真的已经没有能力了 他假如可以的话 他干嘛要来算命 那就直接种田就好了 还要来算什么命 对不对 所以说他们一定都是在身体 身体某方面有残缺的情况下 他没办法 他没有办法从事正常的劳力工作的时候 他就只好退而求其次 来这个行业 所以说各位 不要把以前的那种观念 就是倒果为因 都说他们是因为谢天机才会变成这样 算命不会谢天机 算命绝对不会谢天机 为什么 算命 简单的讲八字 假如他是谢天机的话 我跟你说 现在各位你学不到八字 你学不到八字 那是天机 那谁要拿去用 皇帝 那还轮得到一般老百姓吗 不可能 所以说这一种算命数 算命数不会谢什么天机 人也不会因为你帮人家算命 你就会怎么样 又怎么样 不会 反而 反而因为你真正的从事这一行业 你知道人会怎么样 然后教他怎么去避 你有改变他的命运吗 你只知道他现在不好 帮叫他怎么去避而已 这样子的一个情况下 会有什么天机可言 只要是在 各位要记得 命理上看得出来的都不叫天机 同样的天机就是命理上看不出来的 命理上看得出来的不叫天机 但是天机他就是从命理上看不出来的 所以说其实从事命理研究 或者是你是一个命理师 你根本就不会什么谢什么天机 因为他就是一个很正常的一个算命数而已 他不牵扯到什么怪力乱神 什么宗教什么都不牵扯 他就是一个单纯的一个命数而已 假如说算命会谢天机 我跟各位讲 这个世界上就不会有算命这行业了 就不会有算命这行业了 所以各位算命会谢天机 答案是不会的 为什么会产生不好的状况 是因为他们这一 你去看 我们现在命理师出现不好都什么 逃色纠纷 就是因为有了钱 他赚到钱了以后 他整个人的个性就不一样了 他有了钱以后他就犯了 一般人会常犯的大头症了 他就不去注意 所以说命理师他才会犯了是什么 一般有钱人的毛病 所以说他根本就不是什么谢不谢天机 所以说各位 这一种东西不要去 以而传而 假如这样子的话 那你还要学什么命理 不需要学嘛 我也跟你讲 你学了你会衰 对不对 问题不会 为什么 学命理的基本 学命理的基本命要意义是什么 驱吉避凶 对不对 他不是来驱吉避凶用的吗 那驱吉避凶 假如这样子叫做谢天机的话 那你干嘛 他会传吗 他绝对传不出来 每个学命理的都很惨 但是没有哈 各位没有 所以说不要把以前的 就以前很喜欢倒果为因 看到算命的都不好 他不会去思考说 为什么算命的会不好 是因为算命的是 不需要靠劳力的一个工作了 可是古代是要靠劳力的 所以说大部分都断手断脚 瞎眼的居多 但因为他们就没办法做工作了 他们就只有靠这一行去混口饭吃 所以说各位 那个不是谢天机所造成的影响 是天生本来 他们就是属于弱势的一部分 所以说命理是在古代的命都不好 是因为他们本来就是处于比较 弱势的一块 他们是比较弱势的一块 你好手好脚要去学命理干嘛 你就好好的种田 劳力 反正饿也饿不死 那是真的非到不得已了 真的没办法了 所以说才会有那种 体弱多病的 就是生长年病的命理师在那边算命 瞎眼的在那边算命 断一只手的在那边算命 断一只脚的在那边算命 所以说他们 而且这一种人算命会特别准 为什么 因为他们真的要靠这个为神 他算命再不准他要怎么办 所以说各位要清楚这一点 要清楚这一点 不要看了表象 然后听人家在那边以而传而 然后你就 假如这样我要学什么命理 这个会谢天机 我跟你说 命理真正最严重的是什么 你把人家算错了那才严重 你把人家算错了那才严重 那不是谢天机还不算什么 你把人家明明不能走的路 你把人家推到第一去走 对不对 不能做生意 你把人家推进去以后 倒掉了 是起因是在你身上 所以说其实谢天机还不是最重要的 是完完全全把人家批错 然后把人倒入完全错误的路 这个才更可怕 这个才更可怕 而且你会不知道 为什么 假如你去找一个命理师 这个命理师批了你说你会怎样 当他完全没有印证的时候 你还会去找他吗 你不会再找他了 你会找别人了 所以说这个命理师 他永远都不知道他批错 你知道吗 因为不准你就不会找了 所以说就是在这一种情况下 假如这个命理师的准确度是五成 就是一半一半的 就是说批错了客人不会再找他 可是批对的那一半的人会再找他 他永远都只接触到什么 对的那一半 错的都不会找他 所以说他永远都认为 我很厉害 我批的都是对的 其实他不知道他有一半是错的 因为我有很多客人我问 你之前要做生意的时候 你有没有去问过命理师 有 我有问过他 他叫我去做 可是他倒闭了来找我 他没有去找原来的命理师 他没有去找原来的命理师 所以人都会有一个情况 就是他会找准确的 不准的他就不要了 就很像你去看病有没有 这个医生一次两次 没笑 不要找他了 我要找别人 这个医生会知道他的医术不好吗 他不会知道 他永远接触的就是新的病人 或者是可能两次看医 中有一次会对的 那个对的人 可能我来好医生来给你再看 所以说他永远都接触到的是什么 他很厉害的这一种想法 他很厉害的这一种想法 所以说命理我们很怕批错 所以说各位你会觉得我很奇怪 我为什么 我在帮客人批命的时候 我都会服务他一整年 因为我很怕我批错 所以说我都跟客人讲 只要有问题 赶快随时赖我 我赶快再来做修正 因为我说过我曾经真的有完全批错过 我真的有完全批错过 那就是因为我性别搞错了 所以说这个才是最重要的一个点 身为一个命理师 到底谢天机比较严重 还是你把人家完全批做比较严重 我跟你说 批错比较严重 这个严重性非常非常大 因为这个客人会因为你的一个建议 原本可能他要走对的路线 被你一脚踹到第一去 所以说其实批命真正最可怕的是在批错这一块 这也是说命理师为什么通常都会批的很久远 你中年以后 你晚年以后 可是他很少批你明年会怎么样 很少 批的浅浅的 就是说你小时候怎样 他就是会把他批的很远很远 可是现在的状况他都不太敢批 他就是也怕他会遇到这个 当他批完了 说你20年后你会升降怎样 可是当20年后 其实说真的 你要去哪里找人 没有印证你也找不到人 所以这些各位就知道说 其实批命 没有谢天机的一个什么之说 那也通常都是宗教人在用的 谢什么天机 没有天机可谢 命理上就只有一件事 谁的水准高谁看得出来而已 谁的水准高谁看得出来 能不能够预防而已 就是这一种的水准表现而已 你看得出来就是你功力高 你不代表你谢天机 因为你就是看得到 假如你看不到 真正的天机是你看不到 真的是你看不到 所以说反而不要担心会谢天机 假如你担心谢天机 那他命理师不都该死 而且他还赚钱赚翻了 对不对 所以说反而不是担心谢天机这一块 而是批错这一块 所以为什么我们要去追踪客人的原因在这里 很多人其实根本就会不知道自己是批错的 很多人 我刚刚讲过了 一个医生 这个医生你给他看了一次无效 两次无效 你就不会再去找他了 他会知道没有效吗 不会啊 他也只是说 医生你算是开给我的药 好像没有什么效 好 我再帮你看 到底是怎样 再来没效 你就不会去找他了 他会知道他对还是错吗 不知道 他以为他医好了 很多命理师也是这样 其实所以说为什么很多命理师 其实每个都很有自信 我敢跟你保证 每个都很有自信 都认为自己是天下第一 可是其实可能准确率五成 因为不准的不会再去找他了 不准的不会再去找他了 所以说其实命理这一块 其实他的准确度 我会跟各位讲 真的是五成上下而已 五成上下 五成是什么 各位 猜正反面 猜正反面而已 所以这一个 各位你就要去知道说 为什么 为什么会有这一种情况发生 为什么会有这种情况发生 所以说批命是一件很严肃的事 我为什么一直强调 你们要实际的去批 你才知道 其实有很多人 看了我的视频 然后在里面一样话 葫芦讲说 这个是怎样生怎样 我都不想理 为什么 因为绝大多数都是错的 绝大多数都是错的 我也说过了 我只是做给我学生看而已 因为我学生只跟我五堂课而已 所以说他的没有 时常看到我实际批命的一个状况 所以他们批命经验比较少 他们实际的批命经验比较少 所以说我做视频给他们看说 我们是怎么在批命的 所以他知道我里面的很多很多的规则 因为我们所学的东西是一样的 可是你假如不是跟我学的 有一些东西你在那边讲 其实我不太会跟 我不会跟人家讨论命理 你讲对你讲错 基本上我都不会回应你 你讲对讲错 我都不会回应你 因为我本来就没有在跟人家讨论的一个习惯 所以可是我学生不一样 他批错了谁的问题大 是我的问题比较大 因为他观念不清楚 所以我的学生他只要来问我 我自然而然要跟他解释为什么 因为他是我教的学生 但是你假如是在网路上看到我视频 然后在那边一样放入 在那边自己批 基本上我也不会理你对不对 那是你自己的问题 但是我学生就不一样 所以说各位要清楚这一点 其实批命最怕的是批错 并不是谢天机 并不是谢天机 所以还是一样要回归 批命要准确这一点 批命要准确这一点 因为批命准确 你让人家知道他现在运不好 你就把他阻止了让他度过这个难关 这样子为什么会说是谢天机 为什么不讲说是功德一件 对不对 你让人家该好的时候能够更好 这应该也是很好的一件事 假如说真的都那么差的话 命理是还是有很多很赚钱的 你要怎么讲 对不对 所以说 命理这一部分不要拿宗教的观念进来讲 不然的话我会跟你讲 其实各位 你宗教的观念看命理 跟命理在看宗教是完全两回事 是完全两回事 宗教来讲的话 就会说命理就只有什么一定程度 人还是一样要解脱怎样 我都会讲 其实有很多人是因为修行 反而更害了自己 为什么 因为修行以后是不是对于得失心都比较怎样 不在乎 他假如遇到破财的话 可能正常的人破财 破个一百块 我会心疼 他可能破个一百块 没关系 这是我上辈子欠人家的 就是因为这种心态 他破财会破到更严重 所以说很多人都是修行 你修行到最后来批八字 全部都照着八字再走 为什么 好的时候不会更好 坏的时候会更差 很多人不知道 为什么 因为坏的时候 就像我刚刚讲的破财 一般人对财很看重 所以说他还不至于会傻不隆东的 一头就栽进去 可是你修行完以后 就跟你讲 万物皆是空 得失心不要太重 结果赔个 人家赔一百万 可能就收手了 你赔一百万 这是上辈子要还人家的 没有关系 一百万之后再来一百万 再来一百万 再来一百万 到最后就没有钱了 所以说在修行会有一个特色 好的时候不会更好 坏的时候会更坏 因为他会怎样 把坏的东西都认为是冤亲在主 该还的 所以说他会比较用这种方式去平衡 可是他不知道那个就是坏运 正常人不会 正常人因为有得失心 所以说他还知道要停手 可是修行的人不会 修行的人不会 当然好运的时候 他也不会努力去争取 他还是一样万物皆是空 所以说我们要平常心对待 不要去执着 结果好运来了 不要执着 还不是就那样子而已 也没有变比较好 所以说各位 修行什么时候在修行 等你退休了 不用在乎生活了 你再来修行 这样子真的你就可以 运程来讲不会影响那么大 否则一般人真的真的真的 这个不是我跟各位胡扯的 因为我客人有很多都是因为修行 家产几乎都败光了 可是批八字的时候 他都不用跟我讲 我就说从什么时候到什么时候败的 全部都是一样 所以说修行就是 修行他不是不好的事 而是得失心会变得比较没那么重 可是他依然还是要在这个社会上生存 难道修行就不用工作吗 还是要 还是要赚钱 可是他就会接收修行的时候的观念 就是说 你得失心要放松 你不要那么计较 就是因为不计较 所以说该破财的时候会破得更大 该赚钱的时候赚不到 为什么 因为你运势不好的时候 你会觉得没关系 对没关系 到最后就有很大的关系 所以很多人以为修行会改变命运 不会 修行会把你的命运好的不会往上 坏的会直接把你打下来 所以说各位你只继续去看一些 在娱乐新闻里面 是不是很多人他修行完以后反而都出了很大的问题 原因就是这样子 他不修行的时候赚很多钱 歌星、民星赚很多钱 一修行完以后 反而破财破得乱七八糟 然后婚姻出问题的一堆 答案就是因为修行会把人的欲望降低 人的欲望降低以后 他对于五行的运行 他是不会改变的 该来的还是会来 不会因为你修行 该来的就不会来 他一样照来 可是因为你对他的不在乎 虽运的时候会更惨 好运的时候得不到 所以说很多人 尤其是在那种娱乐圈里面 因为他们是比较名人 就比较容易接触到 你会发现到 奇怪 怎么明明人不错 一修行完以后 全部都乱七八糟的 原因就在这里 所以说我不太喜欢人家讲 用宗教的观念来看命理 我会希望各位把宗教跟命理区分开来 所以不是说我会去批评宗教修行 而是说本来宗教跟命理就是分开的 他是不一样的体系 不会因为你修行 就改变了你的运势的走法 各位你要清楚 所以说八字在算出家人都会准 我再讲一次 八字在算出家人都会准 所以说你还不到出家人的阶段 就算你修行都一样会准 所以说不要用宗教的观念 也不要说什么行善不行善 运程跟你行善不行善 宗教的观念是一点关系都没有的 该来的就是会来 所以说各位你要清楚 所以说当你了解这一点的时候 你就知道说 我们身为人处在这个世界上 只要一醒来有柴米油盐 酱醋茶这些观念的时候 就是有五行的观念的时候 其实八字就会跟着你 八字就会跟着你 所以说各位 学命理是有好处的 学命理是有好处的 最怕是 你会完完全全不知道你是批错了 你会以为你一直都是对的 这样子下来 各位 你用在别人身上是这样 错的人不会再找你了 找你的都是你批对的 可是批对的可能就只有一半而已 也就是说你的准确率5×5×5× 可是你不知道 你永远都以为你是八×9× 可是你不知道说不准的人都已经不会再找你了 同样的这一种状况 你用在你自己身上自然就是怎样 实准实不准 实准实不准 所以说我要跟各位讲说 你一定要去追踪你所批的客人 你一定要去追踪你所批的客人 这样子你才会学到一个实证的八字 你才会学到一个实证的八字 这样子一来 你才不会走到命理是最坏的那一条路 就是把人批错 到最后害人就会害己 为什么 因为你本来批人就不准了 难道你批别人不准 你批自己会很准吗 当然也会不准 只要一个不准 你认为好运 结果你就大量的去冲刺 刚刚好 那就是你不准的那一次 自然而然你就一败涂地 所以说各位 这一点很重要 所以说八字不会谢天机 八字不会谢天机 谢天机 天机不在命理上 天机不在命理上 命理上无天机 各位记得这一句话 这样子你学了你才不会 每天在那边担心 担心个屁 担心个屁 只要你批得准 你有什么好担心的 所以说学命理有好处 但是你一定要去做验证 不要走到这个东西来 假如你走到这个方向 而不自觉的话 总有一天 你错的机会到的时候 就死得很惨了 今天就跟各位分享到这一边 假如各位都有命理知识 有兴趣的话 就可以去看看我部落格的文章 同样的这些影片 我有上传YouTube给逼 你假如看影片或文章有疑问的 你也可以在文章的下方 或影片下方留下你的疑问 我看到就会回应你 但是两大禁忌不要犯 不要贴上八字在那边问 因为批命是要付费的 第二个 你假如批命看不懂 你不要问我怎么批的 因为我也不会回答你 因为观念完完全全不一样 那是没办法沟通的 你会用你的观念在解读 我跟你讲的东西 那只是简单讲 牛头不对马嘴 所以说今天就跟各位分享到这一边 大家下一次有人再见 拜拜